现在有一帮养狗的是怎么回事啊 被狗咬了 它不是第一时间到医院里面去打针 而是到处网上搜索 问这个问那个 问这个博主问那个博主 被狗咬了怎么处理 我想这些人都命太长了 的确世界卫生组织 它有一种说法 叫做时日观察法 时日观察法的意思 就是被狗咬了以后 十天左右这狗没有挂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十天之内挂的话 那就很危险了 问题有一个前提 世界卫生组织是说 你被狗咬了 先到医院给自己挂一针 然后再去观察这只狗 如果这只狗十天以后 还是安然无恙的话 那么你就不用打接下来的针了 万一这只狗不幸挂了的话 你就要继续打针 有很多人是考虑 借钱方面的问题 的确扎几针下来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发现大多数的地方 它是不给你打一针的 它给你开针的时候 往往就会给你开个四针左右 甚至加上蛋白 成本大概是大几千块钱 有可能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 毕竟扎多针点 会相对来说更加安全啊 而不采用时日观察法 不过啊 为了我们自己着想 万一被狗咬出血了 而且有一点 就是被狗咬了以后 刚开始自己要及时给它处理 大量的清水 如果有硫磺罩之类的 用硫磺罩之类的清洗一下 效果会更好一点 洗完之后 及时到医院去处理